我们继续讲PVP的数组 数组呢这个是非常常用的 数组能够在单个变量中存储多个值 并且啊可以根据键来访问其中的值 我们先看第一种叫数值数组 这种呢是最简单的数组了 之前呢我们讲数据结构的时候 简单讲了一下 它的格式呢是这样 一个变量它等于array 然后一个小括号 里面呢放着我们的数值 用英文逗号隔开 第二种写法呢是这种中括号的形式 它们的效果是一样的 只是它们的写法不同 后面这种呢是后来的版本才支持的 现在呢这种就比较常用了 没有任何问题 我呢就是比较习惯用这种 因为它简单 直接打个中括号就完事了 我们复制一下这两个 然后给它改一下名字 这是猫书1猫书2 然后呢我分别打印一下这两个 看它到底是不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刷一下页面 这样不太好看 我们之前有一种方法叫什么来着 直接输出一个prie对吧 我们也可以这样看一下它的原代码 看原代码的时候啊 这里就能看到它的这个格式了 首先array501234 然后里面的string呢是猫书1猫书2猫书3猫书4猫书5 然后下面这个呢也是一模一样的 这说明啊这两个方式都可以 它们效果一样 但是呢我们这样看起来啊 是不是有点乱呀 它里面有string又有7又有5 有它的长度对吧 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 用print2 把worddump改成print2 print是输出对吧 print2就是把它的那个数组啊 带着格式一起输出 刷信一下 看这个地方就有array 然后0对着是猫书1 这样呢就比刚才好看了 这个0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键 它叫键 后面这个呢叫值 看一下是哪个键呢 是这个金子旁的键 按键的键 好我们再往下看 这里呢我可以输出猫书1和猫书5 看一下我这儿 0123 那么我就可以根据这个键拿到对应的值 这里面猫书 这里面的1 那么就是这个对应的这个值 我刷新看一下 是不是猫书2呀 然后我如果这时候输出猫书5的话会怎么样 看我最大是4对吧 最大是4 再输出猫书5的话 刷新就会提示 但是这个提示呢是个waring 就是一个提醒 但是它不会拦截下面的执行 它不是一个错误 那我们不用printr 用wadump 可以看到它是什么 打出来是一个num 看有没有这里有个num 这说明啊 我们如果这个数组里面的某个键不存在的话 它就会返回一个num 看我们的页面里呢 它也会提示 andefined array 然后key5 就是键为5的这个值 它不存在 是andefined 为定义 通过这个提示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键对应的英文是key对吧 而我们的值呢 对应的英文叫value 对a 就是u e 叫value 这是值 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我们除了刚才上面这种 一开始给它定一个变量 然后里面放上值 还可以这样定一个变量 给它一个空的数组 然后在下面啊 给它不同的键设置不同的值 我们把这段复制出来 上面呢 就先注射掉 然后这里呢 我定义个mos2 它等于空 然后我给它加三个值 分别是 0 1 2 0 1 2 来保存一下 看看啊 这时候我们来看跟刚才的效果差不多了 是吧 我把它改成pn2 然后呢 你看我如果不给一的话会怎么样 我如果不给一再刷新一下 你会发现它只有0和23 没有一对吧 然后我如果啊只给三的话 它里面呢应该就只有一个值了 只是三对吧 从这我们可以看出来 我们不能根据键的这个数 来推断这个数组里面到底有几个数对吧 好 这就是我们的数值数组 数值数组的意思呢 就是它的键啊 是一个数字 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除了这种数值数组呢 还有这种叫关联数组的 关联数组呢 是使用您分配给数组的指定的键的数组 像我刚才的话呢 是给了一个数字给了这个键对吧 我们也可以给它 四五串 像这样我直接给它猫书是35 然后懂是37 这样也可以 那我这个地方呢 这个3改成猫书 等于3 然后呢我再刷新一下页面 你会发现这个键啊就变成了猫书了 这种呢 键不是数字的 我们就叫它关联数组 关联数组呢同样有两种方式来给它复值 一开始我们定一个变量里面放上默认值 这是一种方法 另一种方法呢就像刚才这样 我定一个空的数组 然后呢通过下面这种方式来给它一个个的复值 都可以 到这呢我们来对比看一下啊 数值数组和这种关联数组 它的区别呢就只在于它的键对吧 数值数组的键呢就是数字 然后关联数组的键呢就是字符串 数值数组的键呢可以不写 不写的话它就从0到12345这样依次按顺序往下排 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个特殊的地方啊 特殊的情况 像这样 我给它一个空的 一开始呢我这样在它数组里面定义一个 Test 是猫书 然后接下来 是 2 3 4 好这样的话 你感觉会输出什么呢 来我们看一下啊 双心 你会发现啊 第1个Test对应的是猫书 但是啊从第2个开始啊 它的键啊 又是从0开始了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猫书啊 放到下面去 我们再刷新看一下 我们发现它第1个又变成了0 然后第2个是Test 第3个呢 它的键又变成了1 然后我们再改一下 把这个Test 我再复制一个 放下面去 你说这样会怎么样呢 有两个Test 它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再刷新一下看 没有变化对吧 这说明啊我们这里面啊 它的键 不能重复 如果出现重复的话 它会被替换掉 我下面改成2的话 我们这的猫书 应该就变成2了 看见没 它会被后面这个替换掉 然后呢 把这个Test 改成2的话 再刷新一下 你会发现 它依旧是0 1 2 不管你中间有没有这个Test 对吧 所以说 如果你写了键的话 它就会按着这个键来输出 如果没写键的话呢 它就会按这个没有键的 依次往下 从0开始 哪个没有键 它就会补充哪一个 这个支持点呢 需要大家去细细的品位一下 以后呢 在我们实际的项目中 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然后再往下看 有一个函数 可以获取数组的长度 它呢就是count 然后一个括号 括号里面呢 放我们的变量 例如刚才这个变量 我就可以把这个printer 改成这个count 但是呢 我得输出一下 echo 以下 count 然后我们再刷新 它会输出5 因为这个数组是12345 一共有5个值对吧 那像我们刚才那个情况 我们改一下啊 刚才的情况是猫数2给了一个空的数组 然后呢 这个 让2 等于这个2 它输出的是什么样呢 它里面只有这个2一个值 而我们不能根据这个键 去获取它的数量对吧 所以它应该就输出了1 从这呢也能验证刚才我说的那个 就是我们这个数组的长度啊 也就是我们数组里面有几个值 和这个键的关系不大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下面呢是便利数组 也就是循环输出数组 便利的意思呢就是挨个把数组里面的值都给输出出来 它呢有两种方法 一种呢是for循环 for循环呢我们上面不是可以获取到数组的长度了吗 所以啊这我们就可以知道for到底能够循环几次了对吧 所以啊这个地方就可以写成 i小于count 小于我们这个数组的长度 我们用这个对上面这个把它改成猫数 好刷新看一下 这个地方呢就输出了猫数12345对吧 然后呢你看我把这个猫数2给打开 他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把这个猫数2把下面给关掉 然后呢这个地方变成猫数2 我们先猜测一下他能不能正常输出呢 想一想 然后我们运行看一下 发心 输出了234 但是呢你看下面这个 k3k4直接就报错了对吧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个for循环啊 他这样便利数组的时候 他只适合数字数组 也就是数值数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个方法 你看他里面这个i一开始是0 然后加加的时候变成了1 又变成2 又变成3 又变成4 对吧 那我这个里面的键呢 他只有0 text 1 test2 2 也就是0 1 2 后面的3和4啊都没了 所以啊这个地方就报了一个3和4是安得犯的 因此呢我们这个for循环啊 他就只适合数值数组 像刚才那个关联数组啊还有这种混合的 他都不适合了 所以这种是用的非常少的 而最常用的呢是下面这种方法 包一尺 包一尺它的格式是这样 有个小括号 括起来 然后是我们的变量 然后as value 这是一种格式 下面还有一种格式 就是as后面啊 他跟着一个k 对应的value 然后下面的大括号里面呢是要重复执行的代码 我们对比一下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啊 就是仅仅多了一个k指向value对吧 那你看一下这个符号是不是跟我们刚才这个数组里面的这个符号一样的呀 所以啊 他的这个k啊指的就是我们的键 然后value呢就是指的我们的值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写一个正常的案例把这个注视掉 我们循环输出一下这个猫书 首先用第一种方式啊 包一尺 然后呢这个里面放猫书 然后asvalue 我这呢输出这个value echo一下 value 然后下面呢再输出一个回车换行 好我们刷新看一下效果 这时候呢就输出来他的值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改一下 改成这个 k value的 这样改完之后呢我的k就有东西了 然后呢 可以把这个k 拼在这 中间呢加一个隔开的 再刷新看一下 可以看到我们的k第1个是从0开始的 01234 对吧 跟我们刚才print出来是一样的啊 我们再printr一个 好这样对比看一下呢更明显 0呢就是猫书1 1就是猫书2 对吧 好然后呢我需要着重强调一下 这个k和value啊 不是固定的 你可以自己写变量名 可以让他k 可以叫他v 可以叫他vvv 那可以叫他kkk 可以随便来写啊 但是呢最好能够容易的区分k和value 你可以这样叫k1 啊那么这个value呢你就对应的是value1 这样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俩是成对的 那么虽然自由呢但是你也你也要坚守一下你自己的规范 能够一下能看明白对吧 好我们继续看下一个案例啊下一个案例就是刚才那个猫书2的 先把上面的注视掉 这个呢就是比较特殊的了就是不正常的情况了 这种情况呢 也可以用这种方法 来我们看着这里面打出来k和value 设置跟我们刚才print的是一样的 发信一下 你会发现 见0对应的值就是2 然后test呢就是猫书 1呢就是3test2就是猫书2 2就是4 和我们刚才print出来的那个是一样的对吧 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看 便利数组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for循环一种是for each for循环呢只适合数值数组 然后for each呢适合所有的 for each呢又分两种 你如果不需要用到k的话 那么就只写value就可以了 中间呢用s隔开 然后 如果需要用到k的话 那么就把这个k啊写上 用这种等号加箭头的方式 当然除了for for each之外 这个world循环也是可以的 只是用的更少了 所以最常用的我们就是用for each 来循环便利数组 好了我们这简单的数组呢就讲完了 还有复杂的数组 那就是多维数组 我们下次课再继续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问我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星球进行交流 这本来进行交流 能拿来讲 сущеLi